是可预见的 但人们往往因为各种原因而忽略它们 在亡国中 灰犀牛经常被看见在边境徘徊 提醒人们关注那些逐渐增长的问题 例如连续几年的干旱和粮食短缺 就是一个灰犀牛事件 虽然危机逐渐显现 但人们却没有采取足够的行动来防范 黑天鹅和灰犀牛在这个国度里 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挑战 黑天鹅提醒人们 要对意料之外的事件保持警惕 而灰犀牛则提醒人们 不要忽视那些慢慢显现的巨大风险 亡国的居民学会了尊重这两种动物 明白了在处理国家大事时 既要有远见以应对未知的挑战 也要有智慧以应对那些正在逼近的危机